我国同韩国展开 已接种疫苗者旅游通道后 早前因疫情而喊停的复韩医美团逐步恢复 受访的韩国医美医院表示 近期询问多了四五成 目前已经有顾客抵达韩国 准备进行正行手术 来看特派记者陈思玄从韩国发挥的报道 黄瓶金2017年开始 前后到韩国接受医美服务约五次 疫情影响已有两年没去韩国 获知富韩免隔离安排后 迫不及待计划韩国之旅 江南这家整容医院除了提供整容服务 也有培训学院 负责人说疫情前每年有约30名新加坡客人 疫情来袭最后一次接到新加坡客人 已是两年前的事 如今旅游通道开启后 至今有约八个询问 这家规模颇大的医美医院 过去接待的新加坡客人 每年赚了30到50人 疫情期间归零 不过旅游通道的消息宣布后 咨询激增 主要是做眼睛 鼻子 胸 后来因为疫情 隔离 签证 不来不了 所以都延期了 韩国和新加坡签订了 这个BTR以后 线上咨询的人明显的增多了 大概增加了四到五成 已经有客人已经过来了 已经等了两年 韩国医美旅游业发展蓬勃 顾客群来自世界各国 业者说关闭疫情期间 很多顾客因为签证问题 即使愿意隔离也无法入境 导致各医美医院和诊所的 国际游客几乎归零 如今旅游通道开通后 生意回流的曙光在线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思璇 韩国首尔报导